首相拿多斯里安华上任以来不断高喊建设文明口号 但委任官司缠身的拿多斯里阿莫扎西作为副首相 却被在野议员质疑讲一套做一套 面对伊斯兰党巴西马区国会议员阿莫法德里的疑问 安华重申自己秉持未定罪迁人人无罪的原则 加上扎西在任期间一直遵守团结政府的原则和政策 没有违反建设文明的理念 安华还反问对方指今天有再也议员面控 是否应该要求涉及者辞去党内所有职位 他表示只要发现有人犯错必定会采取行动 就算对方是人民公正党议员也会公正无私 人在一回看 有没有使用 人那么应该有更加人数 肯定是亚特别人的 应该是人成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者辞联系 国家公正上 国家公正上 有没有使用 感谢观看